Lalady在7月初宣布离婚后 对外界关心人都相当低调 不愿多谈细节 不过近一久违的更新Podcast 也罕见松口谈离婚心情 先是说到3月就办完离婚手续 却拖到7月才公布的主因 全是因为小孩 希望能降低舆论对小孩的压力 并澄清从未想过要隐瞒 接着更解释到删除离婚 他谈言其实不是删除 只是隐藏了 更表示身为艺人社群是工作的一个平台 没有人希望他的工作的po文 是在你这个后面第一则 没想要这举动竟然引发大家误会 然而他也说到这两个月状态不好 最糟糕的状态甚至是倒地暴哭 没力气起来几乎歇斯底里 但幸亏有朋友的陪伴 才让他重振精神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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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